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SKY時事話的時候 今天跟大家說一說葉劉淑儀 今天看到香港01有葉劉淑儀的專訪 我覺得真的說得很好 令到我聯想起很多事情 包括過去保安局局長所做的事 還有我不知道SKY有沒有發覺到 好像葉劉少了一陣怨氣 個人和換了很多 我們看到她說的話好像非常大體 我相信過去她做行政會議成員的時候 可能被人壓得太厲害了 有很多事情就迫著要支持特區政府 但是是不是要支持呢 她就覺得好像有人並沒有李家超那麼民主 這件事情我就知道 SKY對於警隊的認識其實是非常深入的 她對李家超之前在警隊裡面的工作 其實她都有一點點理解 那我就期望SKY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的看法是怎樣 喂SKY 你好啊 我今天看到葉劉淑儀出來說話 其實我看到她做的事我真的覺得很正老 之前其實說真的 我對她之前有些做法 我都不是很認同 但是沒有辦法能否定她的才幹 她的政治觸覺都很高 而且你看到她其實很少佩服人 這次我看到她這樣說話的態度 和她可以說得出 現在和家超常合作是非常之和諧 大家很聽意見 也都覺得很民主 我相信她說這番說話 絕對是因為她有比較而說出來的 那之前我都覺得是 為什麼之前有些人很喜歡自己說一套話 有些和政府口徑不一 最主要就是政府不民主 不聽別人說 這件事情 應該很多人都覺得認為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你看得到的嘛 那個人的眼鏡 而很多和她工作的 做過事的人都說過 之前我們的特首完全是 她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她覺得自己是厲害的 這件事情就真的 好像家超常偏偏相反 她就說我不是厲害的 是啊 不過我可以找一些厲害的人回來 大家有商有商有商 這個呢 就是可以開新篇章的東西 我對這件事情 我又發揮到她的所長了 我又不是特地幫家超常說話 而是我見她用人之餘 幫她手的人的反應 都很變成一種東西 說真的 葉劉 說真的 她以她的經驗 她以前做保安局局長的時候 其實她以前都很厲害 還有她都很強硬 和警隊的關係非常好 我記得就是 因為她很支持警隊 還有她不同 支持我們前伯手這樣 會覺得 你們是丁 不會這樣想 所以 關係良好 關係良好 才可以合作得更加好 尤其是要執政 或者對政府所做的決策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才行 所以我這次看到 她出來說的事情 很正路之餘 她都可以做到 好像一個 召集人的那種風範 因為她說的話 絕對也都不會說 以前那些人覺得她說話很正常 但是她現在說的話 是很正路 也都很懂得說話 我又會這樣想 會不會 是因為她一直以來 其實她很厲害 不過之前的人 不夠想認識她 會不會是這樣的關係 之前的特首不說 說回上界 是肯定的 她說的兩個好朋友 我不相信 因為一個 明知道你做錯的人 她會不停提點你 但是你不聽別人說 其實大家都無數次聽過 裡面有些人都會說 不聽別人說 不知怎樣的 這樣的 這樣就不好 其實這些 我不覺得是好 因為你覺得自己厲害了 其實根本 哪有可能全部厲害了 你最厲害的就是 找一幫很厲害的人回來 最重要的是忠於你 還有她認為 加入你的班市 你會對她的說話 有信任度 還有你認同她的見解 或者支持她們的看法 令到她們可以多些說出來 對我們市民有什麼好的東西 可以多些發揮 這個就是凝聚 我認為是 所以我一看到 開始現在是 其實是好 雖然是有些事情 大家還沒看到這什麼跡象 但是從這些細節裡面 大家會看到 和上一屆的分別已經非常大 至少不會有 將稅不和這件事 因為最忌的 我認為一個政府最忌的 將稅不和 你有你講他有他做 根本就不會做到一件好事出來 做了好事 因為他都會覺得是我厲害了 哪有人為你服務 說真的 真真是 我現在看到這次 現在的情況 還有開 開得很漂亮 所以我很希望 接下來 一直都可以保持著這些溝通 良好的溝通 接立好的意見 大家坐下有什麼事情一起談 不要各自談 這次我看到他都說 是的 內容很好 還有我們真的會整班一起 有商有良 也都是口徑一致的 聽好了才出來說 這件事 我覺得非常好 如果你是這樣做的話 我相信政府 處理好多事情 一定會快很多 還有順利很多 這個是我剛才見到 葉劉瑞出來看 發表裡面的內容 而令我覺得 咦 真的 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慧Sir 又如何看呢 我的看法其實 跟Sky 差不多 但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說李家超 是比較民主的 這個為什麼是民主呢 我們大家看到 李家超的出身 他作為一個警隊出身的人 他應該是不是民主呢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看 但是的時候 我就覺得 李家超 比葉劉 覺得他是比較民主的 是因為他很聽意見 而且他的個人作風 是比較平易近人的 謙和很多 就算他現在主持每天早上的高級官員會議 就是我們都知道 那個叫做組討會的 相信 有聽過 鳳Sir的節目的時候 都知道 特區政府是要開組討會 那麼現在的官員其實 都是踴躍發言 比上一屆政府多很多 為什麼呢 我們都聽過 林鄭月娥 其實他的組討會 都是一言堂的 我說了 怎樣就怎樣 你沒有人救我 我屬書 你不屬書 所以我講的東西 你要聽 就是用押的方式 去對待所有的官員 那麼當然其他官員說 喂你厲害了 當然你決定你做 但是很多時候 是假袋一鑊足的 現在我們看看 葉劉她說 因為她開過兩次行政會議 很難舉出一些具體的例子 但是的時候 她認為 李家超目前比外界的形象 是比較願意接受意見 比較容易相處 有些有密感 她說話是比較貼地些 比如她說自己 我練習功的 已經是師傅級了 接著就控堂大笑 說一些生活上 你會明白的事情 即是 不是純粹靠背書 好像技術性 其實她說 李家超當初 當保安局局長 真的給人感覺 是比較凶狠 因為角色設定的問題 她自己本身的時候 當年當保安局局長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也知道 是數碼頭 即是當年專子挖她的時候 這個極盡的抹黑 各種情況 我們相信 不少人當年都是大受影響之背 我自己也是 當葉劉提起林鄭的時候 她就說 她 以前那個 即是說林鄭 覺得自己太厲害 什麼都懂事 所以在談政策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講大量的背景 和技術的細節 展示出 原來我自己很熟悉的 但是公眾不一定感興趣 這麼多技術細節 市民是收不到的 我相信 行政會員裡面也是一樣的 你說這麼多 即是我聽完你講 一定沒錯 我們都很清楚為觀知道 如果你願意給下屬 或者同事多些發言的時候 其實很清楚 大家都願意多發言 但如果你不是 你覺得自己很厲害 你要發言的話 其實 你就自己說了 就給你自己威風 沒所謂的 你想威風而已 我要給你威風 這就是上一屆 和現在這一屆最大的分別 因為我們看到 在7月25日的新聞 我們觀察了很多 現在特區政府做的事 其實你看到挺有效的 包括安排的士 抗疫酒店專用的的士 給一班機場下來的旅客 或者要做一些商貿活動的人 那你的士可以搭 那這個時候 安排的確挺好的 還有 你看到 就是蔡若蓮也出來說了 有很多的政策 你看到現在特區政府的宣示方式 和給大家感覺到 他是不停在工作 現在這個工作 是真的給專業人士 自己去負責自己怎樣做 我自己感覺到 其實這樣的政府 才是我們所希望的政府 你由志及興 絕對不是一個口號 如果你下面所有的官員 你都沒有辦法 和心貼力一起去做的話 那其實這個由志及興 只不過是一個很漂亮的說話 大家看起來做不到的 那還有 疫情上高 我們看到現在很嚴峻 但是你看到特區政府 似乎是有安排的 包括紅馬和黃馬那裏 都有一定的方向 他們知道怎樣做的 這一點也是令到我覺得很欣慰 那現在坊間就盛傳 11月的時候就會開國際關 但是在開內關的時候 應該在過年前那段時間就會開的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大家留意一下 我跟阿鳳Sir怎麼說就知道了 因為我也是跟阿鳳Sir談一談 這個相關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其實我覺得作為一個特首 最重要的是抓住的大方向 如果你不抓住的大方向 你純粹靠你自己的一個觀感 你覺得自己是萬能的 因為我們記得在李家超上台之前 很多人說他經濟居然比較弱 但是我覺得最好的一個領導者是 你懂得用人為才 你知道那個人的特權在哪裏 而將他放在一個適切的位置 這是很重要的 還有怎樣跟上下相處 或者同事相處 讓大家覺得在你的領導之下 而不是在你的統治之下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看過一幅圖就是領導 就是你和大家一起走一條正確的路 你甚至有時候新鮮事卒 但是工呢 就是你下屬去領的 因為你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功勞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統治者 你是指揮下屬去做事的 即是我們看到的施政的格局 是完全不同的 這一點我相信Sky也有同樣的感受 Sky 當然是有 因為始終 記住 如果你真是一個開明的上司 一定有一幫好的下屬 如果你是一個致命不凡的人 你多厲害 你都厲害不過這麼多人的大佬 一起加起來 何況行會 根本就是政府的大佬 是出謀獻冊的 以前他們經常出來 總會說又說 好像亂了一條 是因為之前政府的規矩 很多事情都是 根本就是聯絡他自己個人發揮的 但是這次我們有沒有見到 其他行會成員 特別出來說其他事情 我見到似乎是 交給葉劉圖做一個統一的口徑 他自己也有提過 在文中 我都見到他說 根本就是需要這樣 最重要有些事情 不是你說些什麼出來 是要市民明白你究竟在做什麼 這件事很重要 你的解說好不好 還有你怎樣去用人 我都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呢 你不會覺得他 是告訴別人 我很聰明 我去領工 其實功勞 其實真的應該歸回 那個出謀獻冊的人 這樣我覺得才能夠 令到個個都心腹口腹之餘 一定會有些聰明的人 願意加入你的班子 這是你的成功的地方 有些人會覺得 不知道有什麼成績 上入不是很多個月 你記住一件事 開個頭是開得很重要 如果我們一開始是亂 裡面已經有人是 脹水不滅 或者你對我有些偏見 說真的 這樣 你都不會覺得 區政府正在來的這條路 會很好走 不過我都明白 因為通關的問題 大家 以及現在疫情的問題 每個人都是有一些怨氣 我明白的 但是大家要記得一些事情 現在我們是逐步走回正確的道路 你沒有可能一步登天 其實很多措施 剛才是誰都講過 我都看到那個的士那裡 其實一早應該要這樣做 你點對點去酒店 因為這些是抗疫的士 如果那個人去了另外 搭一些交通工具 那豈不是最危險 還有些人會擔心 開貨 其實怎麼會完全開貨 檢疫是一定要的 現在去哪裏 你都要24小時的 孫檢先生 是不是 對 沒錯 是 SKY 網絡一般 不關SKY 那我補充 你記住 進來最重要是 追蹤到他 這樣才是好的方法 我看到這個提議 看得到是多好 是 沒錯 這個是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海外旅行 其實是最重要的 是的 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看到 其實葉劉 在書展那一天 即是7月24日 那時候 他亦都表示 金融業界做生意 是需要外遊的 所以目前最重要是通關 他指很多地方 已經對外開放 香港即使 未能夠和內地免檢疫通關 亦都是先對外通關的 減低對旅行的障礙 而且進一步振興經濟 那我看到 高永文醫生 所說的 其實和葉劉的非常相處 那現在說 其實 他就表示 我們現在提出 勞寵貿局長 所提出的 紅和健康碼 只會針對 極少數確診的市民 並不是好像外界 那樣說 值此監測市民 我們看到 特區政府 現在所說的內容 是非常之一致的 和林鄭的政府時期 她所說的 是大家不知道 摸不著頭腦 你究竟說A 還是說B 因為其實 我相信很多局長 沒有辦法去表達出 他們自己真正的 心裏面的看法 因為 林鄭 她的想法就是 我自己適合 我亦都看到 很多行政會議 其實都是以慶難生的 行政會議 成員裏面 根本不知道做什麼 我所要做的 就是一個保密制度 我要支持政府 當政府 決定了這樣做 我們聽到之後 覺得 沒有辦法 我們要支持你 繼續這樣做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 這些人才 會回流 和 旅遊的人士 或者來香港 欺商的人士 會更多 對香港 是一件非常好的狀況 因為你針對黃馬、紅馬 黃馬、紅馬之外 有人說沒有綠馬 其他那些 很大機會是綠馬 因為你找了確診 和密切接觸者 這方面 對每一個香港市民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保障 內地也是最希望 可以做到這樣 你想想 很多朋友跟我說 其實他擔心 這個措施會不會做到 我就覺得應該會做到 你看看高美雲醫生所說的 還有 我們看到葉劉所說的 還有其他政府官員 所提到 有關紅和馬的 你會覺得很一致 大家都很清晰 現在我們特區政府 要怎麼做 就是分開兩條線 一條線 就是國際線 另一條線 就是內地通關的問題 這個層面 我覺得現在 可以做得很好 還有 有一點 最重要的 就是香港 其實大家 太多不同的看法 我和SKY 做很多節目 我其實都希望 傳達一個訊息 給大家知道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 現在問題 非常嚴重 我們要知道的 就是現在特區政府 其實已經在處理很多問題 通關的問題 我相信很快可以解決到 包括現在的名額已經很多 譬如 我太太和我兒子 回來內地 其實健康疫站 我們抽了三次 就已經可以了 你只要肯抽 你就有機會可以拿到 健康疫站 金巴也是 有很多時候 有些非可以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澳門的疫情 已經是基本上清零 就是社會面清零 只是在一些 紅馬亞的地區 或者隔離地區 有發現新的確診病 這個動態清零 其實做得非常成功 香港 為何要和澳門的 如果要去合作 大家就看到李家超 我知道Sky 很想說一說 李家超 和何一誠的態度 和上一屆政府 是很不同的 這件事情 Sky 曾經跟我說過 我都遺忘了 他想表達一下 咦 他們兩個的做法有點不同 好嗎 所以節目最後的時候 我可以請Sky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看法是怎樣 Sky 交給你 我的看法 我看到很特別 因為 之前大家都看到 我們的特首和何一誠的特首 不要說貌合神 只是說話 都有一些 串著我們特首的意味 何解會這樣 很簡單 澳門也是一個 要靠經濟的地方 你們香港爆得這麼厲害 有些人可能去澳門那邊做生意 或者去澳門那邊上班 都會很麻煩 甚至去玩 更加是做不到 其實對澳門也是很大的損失 所以 何特首就生氣 是合理的 因為他覺得做成這樣 當然不行 最重要的是你做得好 但是我們周邊 我們全國 在我們中國的地方 外地也好 香港也好 澳門也好 其實都是同一條線 所以家超Sir就會和何特首說 其實我們是兄弟手足 心連心 講到這樣 其實表達出一種信息 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是任何人 我們都會去 如果是通關也好 什麼都好 我們都會同一個人去接觸 也都聽別人的意見 不是說大家互相給高母 而是互相尊重 大家講大家的見解 我覺得非常合理 正如你怎麼知道 盧寵曼號局長 他沒有和內地的衛健委 去密切地了解和看一些數據 一定有 不可能 不過不一定去告訴你 因為你可能沒有興趣 所以我見到一些事情 你應做就應該去做 所以我見到是很特別的 和之前說 大家都沒辦法 甚至乎有些怨氣 但這次模糊 是加車主動打給他 而且說 大家當然多些交流 其實我們是兄弟手足一樣 這句很窩心 人家會覺得 對呀 我們真是一條心 你覺得我是自己人 很重要 兄弟手足就是自己人 你都想我好 我又想你好 沒錯 這句很正的 我覺得 就是他說香港和澳門情同手足 還有李家超會和賀一誠 去講交情 說當時的時候 一起交流國家安全等議題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 有更加緊密的合作 因為我們都知道賀一誠 整個澳門的地區 其實是想在經濟 金融上高有大發展的 我相信 如果李家超和賀一誠一起談的話 可能是澳門和香港共贏的 這個情況 我想是當初的林鄭政府所做不到的 大家拭目以待 我都很期待 未來會發生 非常美好的事 澳門 香港 和我們整個大灣區 是一家 哇 這樣真是很棒 整個大灣區 想不強都不行 我們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總之 一句說完 我覺得現在新任政府 大家應該給多點時間去觀察一下 現在的政府做些什麼 我們會很適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現在政府所作的一些事情 究竟不是符合民意 到這裡為止 今時今日為止 我是給80分以上的 是不是真的好優呢 我覺得未必 但是的時候 起碼是糧以上 80分以上 我期望到90分100分 希望他按照自己的部份 去做回 真是協助香港市民的事情 這樣就最好了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Sky 好嗎 OK 拜拜 各位 拜拜 拜拜